大家好,最近上海青的这个做法火爆了 两块钱的成本,饭店竟然卖到了88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楼下饭店老板就靠这道特色菜 一年的时间就在城里买了三套房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你要是学会了,年夜饭的餐桌上给家人做上一道 特别的有面子 先把上海青从三分之一处切开 头部和颈部分开 头部非常的漂亮,像玫瑰花一样 准备一个不锈钢大盆 里面倒入不要钱的清水,撒上一把白色的食盐 然后把叶子和根部全部放在盐水中,浸泡十分钟 这样可以消毒杀菌,去除里面的虫卵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五毛钱的猪肉 用刀给它剁成肉末 剁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末 挤拌大蒜剁成蒜末 全部都切完之后装在一个小碗中 十分钟之后,上海青已经泡好了 用手把每一片叶子都给它搓一遍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两遍 这样洗出来的上海青非常的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长姜水 加入一勺色拉油 再放188粒食盐 用勺子充分地将食盐搅拌融化 水开之后,先把上海青的根部放进来 煮上一分钟就可以了 煮的时候可以翻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水里面加了盐和油 煮出来的上海青 颜色会更加的翠绿鲜亮 煮好之后控水捞出 然后再把叶子放进来 烫上30秒就可以 不要煮的时间太久 以免影响口感 然后把叶子捞出来摆入盘中 像饰瓶中这样沿着盘子的周围摆上一圈 再把根部也放进来 放在盘子的中间 摆好之后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非常的漂亮 下面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倒入一勺油 大火把油温烧热 然后放入剁好的肉末 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再把切好的葱姜蒜放进来 炒出蒜香味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放几个小米椒 倒入半碗的清水 加入一勺鸡精 少许食盐 一勺生抽和一勺蚝油 开大火把汤汁煮开 最后淋入少许的淀粉水 煮到汤汁浓稠就可以了 将熬好的料汁浇在上海青上 这小味马上就上来了 看着也特别的有食欲 忍不住就要流口水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上海青 既好看又好吃 色香味俱全 而且是花开富贵的造型 寓意2024年大富大贵 每年的年夜饭餐桌上 我都会做这道菜 亲戚朋友都夸你是大厨 做法也非常简单 如果您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